我見到醫生 我盡量保持住 一做的時候 自己用一點力 剛才我聽到你叫膠紙 嘶 不要告訴觀眾 嘖 嘟檸檬茶的時候 都會發現到 那裏的肉都 透透的 鬆鬆的 我們有甚麼可以幫助 其實我們就要理解到 那是甚麼 脂肪 舊式的那些通常是抽脂 對 抽脂就是經過整容手術 抽出脂肪 但它的不好處 由檸檬肉 檸檬手 檸檬手 變成蝙蝠手 噢 即是沒有了肉 但那塊皮就還在 對 因為你抽出脂肪 那塊皮就抽不到 蝙蝠走 那我豈不是可以飛到 發發一下 即是一隻老鼠 有一個樸去飛出來 對 飛出來那些 現在我們盡量避免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會用一些 例如激光溶脂 或者超聲波溶脂 那類型的東西 就會同一時間 抽脂肪 但又會幫你提升 拉緊他的皮膚 效果就可能會更好 那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例如激光溶脂 我其實是 我的手上不需要 有甚麼傷口要打開的 純粹是 總之我 其實舊式 怎樣說 抽脂 通常我們都會開一個洞 一個至兩個 然後打麻醉水 那一陣子就會 類似的 攪拌器的物體 就會攪拌 變成純粹抽出來 通常那個過程比較恐怖 可能有些 魚或種 會比較長一些 但最重要是有客 因為他的量 可以很大量 但我剛才說過 有些人發覺 不行 有隻手瘦了 但是 變了縮屎 皮就長了 那怎樣 有些醫生說 我幫你想辦法 他就說不如不要抽太多 然後 用一個激光溶脂的方法 就是插一條細很多的乾纖 在脂肪 例如把檸檬的肉 然後 就會放一些激光出來 激光放出來 激光放出來 就像我們去韓國燒烤 打火鍋一樣 痴痴腥 對 那些脂肪浴液就會縮 對 而且會溶化 然後很大火 就會變成 那應該不會大火 以為我叫韓燒的時候 它就會溶化 體積當然變小 可能變成油 固體的脂肪變成油炎 可能有時會吸出來 同一時間 因為激光 你知道我們通常很多時候 在皮膚的應用 是緊致皮膚 同一時間 它又溶脂 又可能會幫你做些硬化 效果又可能會比較理想 這個就是 譬如我要對付我的 拜拜肉 麒麟鼻就可以有這個方法 譬如肚腩 是否都可以用同一個方向 肚腩也是一樣 當然你要看看你的肚腩有多大 如果你的腰圍有四十幾吋 可能用激光就未免有點耐 要先查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懷孕 當然 你沒理由 但是是一個男人 那一定會喝很多啤酒 通常 譬如體積大 那些 通常 融脂的乘數 會比較低 嗯 腰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要看你 比例的脂肪 和體態的比例 嗯 我們也可以問一下 關於這件事的問題 如果你也想在夏天來臨的時候 可能手臂瘦一點 肚腩也會消失 那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這裡留下你的問題 待會我們就會解答 現在我們也先挑選一些朋友的問題 先回答一下 因為有醫生在的時候 爭取這個時間 他想問 也關於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透明質酸的濃胸 其實可以維持多久 通常 大部分這些打胸部的透明質酸 比一個粒子比較大 通常他們打一次 可能最終到一年至一年半 如果你可能在一年中 你可能是打兩次 即是單一次過半年 然後再補 他們說可能甚至一年半至兩年 但是效果慢慢會消失 始終是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也有一年半 其實不是對比起 如果鼻打透明質酸 時間會比較短 不可以 因為鼻通常是九個月至一年 打胸部的粒子更大 會比較粗糙 通常可能是一年半至兩年 還有人想問 這個我也新認識他 不知道是什麼 Katherine想問一下 什麼是融脂針呢 因為在網上見過 有這樣的形容詞 其實跟抽脂有沒有關係 是否跟一樣東西 還是完全不同 融脂針其實大概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沒有那麼多科技 就是抽脂的時候 基本上 意大利或者一些歐洲的地方 很輕用一些藥水 去打入脂肪裡面 直接打入藥水 這個藥水本身 好像一些 抑鬱 是類似那類型的東西 它會有助幫助消脂 幫你洗淨裡面的東西 做檸檬清香菸 會幫你消取脂肪 但是奈何呢 原來這隻藥水是有毒的 我們發覺 如果你大量吸血液 可能會影響到肝臟 所以其實就是禁止使用 我看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禁止的 尤其是香港 如果一個香港的醫生 跟你說打打 什麼成分的融脂針 你要留意 那可能其實就不是很合法 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過剛才醫生說 那些類似洗潔精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是的 洗潔精是可以去到油的 那是否真的可以幫到我呢 就是可以消滅 千萬不要自己打洗潔精 是的 千萬不要亂來 洗潔精是洗碗的 是的 還有洗碗的東西 最好留給你的男朋友做 老公做 不要自己做 那些交給別人做就可以了 剛才Catherine問了這條問題 然後還有這個 Elaine 他就想問 打淚溝 是否可以去到黑眼圈呢 又要視乎你的黑眼圈 是什麼黑眼圈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淚溝很深 就是要凹凸得很厲害的時候 看上去 我們做這些 有燈光打迷的陰影 對 那些陰影是沒有辦法用遮瑕膏 對 這一類型的黑眼圈是非常好 如果你是本身有一點 青筋在眼肚裏面 有些叫血管性黑眼圈 都可以改善 但就不是完全改善了 嗯 那再問一條問題 我們就要休息一會 這條問題就是這樣的 Jenny問的 她說 其實是否有分肌肉型和脂肪型呢 那這兩樣東西 如果我要減肥 或者再塑造身形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方法呢 我想這個觀眾說是小腿 是的 因為她用了這些字眼 都是小腿的部位 通常那些叫蘿蔔腳 啊 即是小時候打完排球 大過就已經不做運動 很緊的 很緊的 對 有你發覺小腿很粗 那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就要分它 究竟是肌肉還是脂肪 嗯 如果捏下去實正的 多數都是肌肉 那這些很好的客人 就是打這個叫毒降噴素 嗯 可以令到肌肉慢慢縮軟化 線條會更漂亮 嗯 但不是的 你按下去 真是那些 脂肪 不怪你的名字 就是脂肪 那些 可能大部分的量就是脂肪 可能它適合一些 例如抽脂、溶脂 甚至一些Firming的療程 會更多於打毒降噴素去受肌肉 嗯 即是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款 才好 即是對症下藥 好了 我們暫時先解答這麼多問題 你當然可以繼續留下你的問題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在Channel BE 我們繼續討論 關於醫學美容的事情